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开始我们新一个星期的对话何人 是何人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想今天的话题大家一定是已经猜到了 我们的国会 就被一大群的特朗普支持者去占领 这件事是美国历史上 亦都是第一次美国的民众 冲入到议会里面来做一些这样的 暴力的冲击 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引起不单只是全美国 世界多个都表示震惊而不准 不能接受 今天就要听听韩先生 从这个这么历史性 这么震撼的事件里面 你总结一些和我们说一说 这件事就真是大到没有人有了 其实一早就已经有迹象了 当特朗普煽动他的支持者 去华盛顿集中 叫做什么叫做进京勤王 中国古代的说法就是进京勤王 这些资料一定是由这些事发生的了 但是竟然搞到这样 有些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到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 一共是五个人为此付出生命了 四个冲入国会的特朗普支持者 其中一个是女的退伍军人 中枪 另外三个就是因为出事受伤啊 发病啊 送去医院 抢救来不及 另外还有一个最新的 就是有一个警察受了重伤 送去医院 也都最后宣布 宣复不治 一共是五个人 大家其实当时的情景 在电视各种画面都已经看到很清楚了 这件事呢 对于我来说就是 连同美国最近发生的一些东西 使得美国一大串的神话从此破灭 首先疫情 疫情搞到现在这样的严重性大 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还在伸受着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美国的医疗水准高到全世界 可以说是排第一第二位的 为什么对付一个疫情搞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这个就是美国医学发达的神话破灭 其实美国的医学是真的发达的 但是很可惜他今天领导抗疫的这些人 以特朗普为首 那种不信科学 乱例 再加上美国民族的特有的那种 将军下灭视权威 追求 尽量无限地追求自由 而导致的 搞到即使这么发达的医学面前 美国都是搞到今天这样 这样 鸡毛鸭血 这个就是美国医学神话的破灭 国会这件事 就是美国政治制度 无比优越的这个神话的破灭 一直都在说 美国式的民主 无比优越 根本有些讲到就是 不理谁当政 你随便选一个傻佬上来都行的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制度优越 能够国面制衡 所以美国是不怕乱的 就算你怎样都好 美国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转 这个神话 也都因为美国国会的今次骚亂 破灭 其实天下的暴民 暴徒 都是一样的 你去哪个国家 古往今来 其实都差不多的 其实一个原则很容易懂的 是吧 就是 惩罚那个力度 不够纵容那个力度大 你只要他们认为 我可以做什么都不受法律的制裁 受约束的 于是就必定会乱来 这个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冲击国会的这帮人 能够创造美国一个这样的 那么耻辱的历史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有特朗普的庇护 我们是不会害怕的 我们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于是就是这样来 这帮特朗普的支持者 和那些在游行示威 抗议什么 而已变成为 打烂抢 就去打烂商店的玻璃窗 进去抢东西 有什么区别 一点都不区别 一点都没有区别 是吧 只不过他们要抢的东西 不是同一样东西 是吧 那些人进去抢衣服 抢电视机 抢商品 而这帮人 打着旗号 就是进去抢回我们 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胜利 但是进去抢什么 搬了南斯普洛西那张港谈去拍卖 拆了南斯普洛西门口那个名牌 在南斯普洛西的办公室那里 偷走一些品 一样的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 是吧 他们似的就是 有特朗普在那里 我们不用怕的 那现在有些 有些阴谋论 又在这里讲 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顺利 就可以中一个国会呢 就是因为警察卖货 是吧 因为有些当权派 就特意放松 放水 是吧 不派那么多警察 所以 很容易冲进去 但进去不同了 里面那些议员大人 各个要受保护的 于是撤离了 那些保镖 拿着枪 在那里指着 甚至开箱 那些阴谋论 陰谋论 其实就是 总而言之 这些这样的暴民 是一样的 香港在19年的时候 又是这样 是吧 那些蟑螂为什么能够那么明目张胆 可以 放街打人 拦着马路 放火烧 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们认为 只要我追求那种东西 拿得出来是很光明 很伟大 很正确的 于是我们什么都不怕 就是这样 所以 这次国会这次事件 是 在一连串的美国神话破灭之中的其中一件 就是美国民主自由制度 这种政治制度 无比优越 这个神话破灭 就是这样 到底 这件事 讲明了什么 原来 报应 是终于会来的 而且 这次给我们看到的 来得 还 快得不得了 立即就到的 立即就到的 巴西有人 发表了一句话 非常之好 我觉得 这次为什么这些暴民可以冲入国会 就是因为华盛顿没有美国的大使馆 意思是什么 美国在全世界都制造这种暴云来推翻人家 颠覆人家的政府 而美国当地的大使馆往往就是在那指导 在那教 在那亲自指挥这些暴乱 这些暴云来推翻人家的 这次没有这个美国大使馆 这帮人冲进去 没多久 搞定 走人 好像是总共是12个小时左右 半日时间 走了 美国就可以恢复秩序了 可以说这次是一次不成功的政变来 美国 在全世界做了这么多这些这样的事 这次 报应 马上就到 立即就来 洛家辉 前 驻华大使 奥巴马时代的 宣部长 中国现在在笑着我们 你为什么被人笑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的 那么了不起的错事 前日都没有的 现在你为什么做得出来 不是 而是你往往就是你自己去帮人做 现在竟然自己身受 这样就被人笑了 所以 所以 这个责任 是不是特朗普个人的责任呢 我认为不 特朗普当然要负极大的责任 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 我们这些这样的人 是不是也都应该负责任呢 我觉得全美国的人都应该负责任 首先是特朗普然后他的支持者 他围在他旁边的那帮助纣为弱的精英 个个都要负责任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上台 哪个选举上去的 就是我们这些美国人 当然你可以说我都没投他票 没投票 就没责任 我认为一样有责任 这个根本就是全美国 三亿多人一个这样的生命体 都有责任的事 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特朗普出什么的事 所以他就责任只不过 只能够由他来负 只要没了特朗普 什么事都没 不是这样的 第一 就算没了特朗普 还有另外第2、第3、第4个特朗普 这种政治制度是这样的 是一种这样的人民 于是这种事还不会发生 好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